欢迎收看凡日游戏 凡日过远酒一瓶 每天五个名偶 好 各位 今天节目当中 这位女嘉宾是一位舞蹈老师 教人跳现代舞 跳街舞 其实提到街舞 大家都知道 跳街舞的时候 经常都要摆一些 很酷的一些pose 所以女嘉宾在她的舞蹈当中 在工作当中 也是一个很冷酷的形象 不过走出练工房 回到生活当中 她又是一个性格很开朗 很外向 甚至有点搞笑的性格 那么这样的一个 性格丰富的女孩 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找寻她的人生舞伴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袁哥 今年27岁 是一名舞蹈老师 我的月收入是 6000至8000 本期教育女嘉宾 袁哥 年龄27岁 身高1米62 职业舞蹈老师 月收入6到8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从大概十多岁开始吧 就接触舞蹈 那时候只是 有一点点的兴趣 然后慢慢 接触得越久 就越来越喜欢了 你自己听 我从未爱过你 怎么会想念你 发生不想起 要你说不及 只剩要打开过自己 我非常爱我的工作 也非常爱舞蹈 但是我没有想过 要开一家舞蹈室 因为我只想做一名老师 把学生教出来 看他们更好 这是一种成就感 其实舞蹈 可以带给大家 非常多的正能量 每次不高兴的时候 或者是心情 越压抑的时候 然后一到上课的时候 看到同学们 都非常的有正能量 自己也会变得 正能量起来 女嘉宾才艺出众 性格爽朗 但她又为何迟迟 没能遇到 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呢 由于平时呢 比较搞笑 然后又是跟一群 年轻的大学生在一起 所以我总觉得 我可能也就20出头吧 其实都有点忘记 自己真实年纪了 我已经27岁了 然后家里面 现在每天都在 吹着我赶紧去找对象 但是由于我的圈子呢 又是学生 大部分都是学生 而且女孩子比较偏多 然后呢 跟男孩子一接触 慢慢地久了 可能由于性格 比较像男孩子 比较偏像活泼那方面 然后就会处成兄弟 所以现在成了一个 找对象就成了一个难题 其实呢 这些人 接触久了之后 就会发现 我内心其实是一个 非常细腻的人 非常细心 尤其是对到我男朋友 我自己觉得 比别的女孩子都会细心 我可以考虑到 男孩子的内心情绪 他们也是需要被关爱的 只是由于平时 性格方面比较活泼 比较大大咧咧 所以很少有人 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外表大大咧咧 但内心温柔细腻的女孩子 到底对另一半 又有着怎样的要求呢 那我肯定是喜欢 比较成熟一点的 至少要比我成熟 比我懂事的 然后最好是有事业心的 有自己事业的 经济收入的话 就是一般 一般正常人的收入就行了 就是性格呢 比较温柔 一定要温柔的男生 因为我不喜欢脾气暴躁的 因为我个人的脾气呢 是情绪比较失控 比较严重的一个人 所以我希望他性格 比较温柔一点 然后身高呢 一米七以上吧 不能太矮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工作稳定 有事业心 二 成熟温柔 三 身高一米七以上 这个街舞老师 一开场的时候 你肯定要给大家 秀两把子 我今天这个好 我今天主要是 为了来见男嘉宾 特意的精致的打扮 这是约会装嘛 是不是 对 这不是跳舞的衣服 对 没有 你们平时跳舞的 都是穿大宗 当着脸还是女的摘骨 你说来听一下 我之前穿的都是比较嘻哈 比较街头 女孩子都喊我老公 所以说 我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 今天言心局一定要注意一下 避免跟今天的男嘉宾成为兄弟 所以今天刻意的 在外形上 就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 有女人味一点 是不是 对 为了来见男嘉宾 我很想看一下 淑女跳嘻哈 是什么感觉 来 展示一下你自己的风采 来 三 二 一 走起 我受不了了 我不能接受我自己这样的 我可以展示一下别的吧 展示一些爵士吧 我也展示一下歌喉的 歌喉就没有了 爵士也可以来 我想一下 没有音乐 我随便就来一下 我们换一下 想象音乐就可以了 好 想象音乐 这个动作是故意的吗 好投入 我跟他说话 他不理我 没有了 我不想展示 我想问一下 把衣服这样露出相间 这是家的戏吗 这是故意的吗 这个平时的话 我肯定会说是故意的 但是今天有男嘉宾在场的话 就不是故意的吧 我必须要严肃一下 我怕等一下吓到男嘉宾 强调要严肃 就说明自己平时就不严肃 平时 大家都喊我搞笑女 大家都喊我搞笑女 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对 那我们也相信 每一个我们独特的自己 都有一个来欣赏我们的人 对 我也希望能找到懂得去 欣赏我的人 但是今天呢 就是为了怎么说 能够也为了尊重男嘉宾 所以说 首先来说第一见面的外观上 我希望能够展现更好的自己 所以是很真诚的 也是用心的 对 非常真诚 根据女嘉宾的自身性格和要求 编导和特派员 在寻找男嘉宾之前 也进行了一番讨论 好 这个女嘉宾的情况 我们也了解了 她自己是一个想法很多 然后呢 性格呢 又很多元化 甚至有点反差的 这样的一个女孩 那她跟我在描述 她的这个性格特点的时候 我就在想 到底想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 是一个跟她一样的 搞笑的 外向活泼的 还是说要找一个酷酷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 还是给她介绍一个 相对来说 既跟她年龄比较相符 然后也是兴趣爱好 比较相同 但是同时又很成熟 很有自己的主见 又有失业心的一个男生 我觉得这样可能 会更适合她一些 我现在就是收集到的几个 比较适合她的男生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 之前我们有帮她 就是安排过相亲的那个男生 就是做汽车租赁的那个男生 你有印象吗 对对对就是她 但是这个姓姚的男嘉宾 我觉得在上两期的节目中 给我感觉的话 她自己也算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今天给她想介绍这个女生 就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 也许就没有那么在乎 她这一方面的缺点也可能 那么来到现场的男嘉宾 到底情况是怎样的呢 两人又是否能够擦出爱的火花呢 本期交友男嘉宾姚明凯 年龄27岁 身高1米75 职业汽车租赁 月收入2到3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男嘉宾在三个月前 曾来到过凡人游戏 寻找真爱 当时的他提出了这样的择偶要求 因为人生的话就像寻找盟友一样 所以我今天希望找一个成熟知性一点的 男嘉宾倒是对当天的女嘉宾非常满意 但相处过程当中 两人在性格上难以磨合 导致误会不断 最终没能牵手成功 上一期节目的女嘉宾确实比较心理 她每一个问题都执重要害 使我内心受到一万点伤害 所以当时的话 可能我的一些情绪受到影响 导致后面的话 发挥不是很稳定的 当时有网友频道说 我这个人有点太过于自信了 但是我觉得男人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信 不管我们外在内在怎么样 因为你的自信是可以传达给别人的 就是你身边是有个人量场的 我也希望我自己的自信能量场 能够感染我身边的人 我和姚总也是 认识七八年的兄弟了 很多时候我们朋友在一起 可能成双成对的出来 她却总是默默地一个人 坐在脚路玩手机 对吧 就因为不太善于交流 所以到现在 这个女性的缘分 可能总是差那么一些些 在这也希望她能找到自己 这个称心如意的一个女嘉宾 牵手成功 上一期节目的话 聊的话题可能比较严肃 因为女嘉宾的话 她提出一些问题很犀利 那么这一期的话 我择我邀请的话 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是 往兴趣爱好方向发展 两个人毕竟在一起的话 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之外 我们还要去娱乐 还要去放松 所以这次来的话 我希望跟着自己心走 跟着感觉走 而不是要那些条条框框 把自己束缚进去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兴趣相投 二 相处轻松 看感觉 男嘉宾成熟温和 事业稳定 达到了女嘉宾的标准 女嘉宾活泼开朗 也符合了男嘉宾 这次提出的要求 两人匹配指数80% 男嘉宾对此次相亲非常重视 究竟是怎样的约会安排 让女嘉宾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很节约 非常节约 肯定不会来这种地方消费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安排得 这么隆重 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很大方 两人之间又到底会产生 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姚老板 有见面了 张哥 有见面了 最近越来越有精神 越来越帅气 你们主持人都是很高 一见面都要说这些 商业吹风的话 商业化碰话必须在 我感觉你好像心态 是不是有一点调整和变化 对 我现在是保持平常心 就是不要太刻意 因为感情跟缘分有关系 缘分带了他难度难度 那你今天这个整个约会 相亲的安排 你觉得跟前两次 会不会有些什么变化呢 这一次的话 我首先地点选择了解放碑 因为这个离大家都进 重庆的中心嘛 昨天我已经把所有事情 处理完了 可是今天我也想脱离工作 然后做我自己 这边既有五星级的 也有一般的街边店都可以 我觉得 你让他选 我让他选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市井气息很容易 我怎么感觉 你给他的这个选择题里面 好像隐约会有挖一个坑呢 你如果他选五星级 你会不会觉得他这个人 就这个女孩 贪图享受很势力啊 我不会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她挺有追求的 这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好吧好吧 看来你各种想法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今天女嘉宾从什么地方来 你知不知道 好像是从大学城 那大学城到解放碑来 你觉得这个距离近吗 我觉得物理距离很远 但是心里 新的距离很近 以后你不做豪车租赁呢 你来做主事就算了 什么话他都能接得上 好吧 接下来女嘉宾的这个出场 我看你能不能够接得住 做好准备 做好心理准备 你看他在那儿 什么感觉现在是 感觉这个蛮有女人味的 是一种 很疏女很妩媚的感觉是吧 对 有什么变化吗 你觉得刚刚 现在又变成狂野的一面 是吧 就是他本身的 跳的两个舞 好像也有点区别 开始是那种感觉 感觉很慢很舒缓的 现在这个又是那种 很奔放的街舞这种心情 女嘉宾他自己也评价自己说 他又有酷的一面 又有很搞笑的一面 他既有很淑女的一面 很女人的一面 也有很冷酷的一面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个 反差挺大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那到底哪一面更多一些 我们把它叫过来 接下来你自己来认识一下 好不好 来吧 可以下来了 袁高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穿衣打扮一身白挺不错 然后又是学舞蹈的 整个第一印象非常好 刚刚看完了你的这段舞之后 你看一下男嘉宾 你观察一下男嘉宾 现在的表情和反应 就挺正常的表情 我觉得 挺正常的表情 对 他现在就在老公公公相 他不知道倒地杆 肯定是是一国人还是两个人 应该没有吧 应该感觉挺正常的吧 也我觉得你跟刚刚说话 感觉犹不一样了 一杆还有点 那种吞吞吐吐 有点都害羞 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接下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就交给男嘉宾 自己去考察好不好 那行吧 那我现在让两位 也正式地认识了 我觉得第一眼看到他 大概眼睛有点 还是蛮斯文的吧 男嘉宾姚老板 把我们女嘉宾 从千里之外的大学城 约到了中心解放碑 既然是受你之邀 那接下来你就安排吧 我们干嘛 接下来干嘛 到饭点就做了 吃饭 听他的吧 那我就听他的吧 既然是男嘉宾选择在这边 那他肯定是他有他自己独特的安排 所以今天我选择听男嘉宾的安排 呼唤是不是 听他的安排 我就听他的安排 我看一下男嘉宾今天把我从 非常远的大学城千里迢迢 航务来到这边 我看看他 是不是准备了什么 意外之在 有点意思 比较惊喜之外的东西 男嘉宾想给他挖个坑 女嘉宾太极拳打回去了 那你带路吧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那我们就直接上去就做吧 上去就做是指哪里 上去因为这正好就是上面有个餐厅 环境还挺不错 我感觉就是 在哪里嘛 试一下 就在上面这个威士厅嘛 五星期哦 对啊 我也有点一碗 有点一碗 今天请吃饭的话 我觉得今天就不管他是请我吃小面 还是他请我去一个很高档的餐厅吃什么 我觉得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来判断这样一个人 初次见面 女嘉宾大方展示自己的舞蹈 男嘉宾也精心安排了午餐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不错 但不久之后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不主动也不拒绝吧 他应该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成熟 比较深的男生 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挺强势的 可能说比较复合 跟我们两次来认识 她从事去完翻步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顿顿的 她认可就认可 她不认可 就不用考虑 一切还得从接下来的午餐开始说起 上一次相亲 发生了什么 怎么样感觉 上一次还好吧 她没在我的点上 我也没在她点上 所以两个人就没默契 那你就是 你关注这点的女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性格 内心 外在还是什么 我希望她的外在和内在保持一致性吗 本质 你内心里面希望这个女孩子是温热的还是不温热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重要 因为 不重要 她是什么性格这些都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这个本身是个概率 就是有温热的女孩子过得很幸福 也有很暴躁的女孩子也过得很幸福 这个是个概率问题 我觉得我不纠结这个东西 你不纠结 就是说她性格不纠结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更多的是一种磨合 磨合 对不对 然后可能说你的脾气爆一下就这样 可能说男性自然他就压低了一下自己 对吧 生活中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很多的一些摩擦 对吧 慢慢地去把这些 扔扔脚脚给磨平 今天可能说一些心情不好 影响了自己心情 可能你更多的是杀在你的男朋友身上 不会 不会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是你女朋友这样吗 我有气一定要杀在男朋友身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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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一定我给你去了 那我在外面如果我遇到了不顺心的 比如说是别人呢 我不顺心那我就骂她 我不会把气杀在她身上 但是我肯定会跟她分享 我今天遇到什么什么 我好委屈啊 我太伤心了 我很不开心 我肯定会跟她分享 但是我不会把气杀在她身上 我的意思是说 她希望找一个女孩子 就是说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 那她说没有类型 只要我们俩生活在一起 很开心很合得来 没有压抑 我们俩在一起 就可以了 她说到其实也是我想的 没有什么固定的类型 没有说非得是什么样子 非得是什么形状 我们俩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俩生活比以前 比我一个的时候更好更开心了 各方面不管是情感上面 还是精神上面 最开心的我觉得就挺好的 就可以了 她包容我 但是我肯定也要去包容她 因为可能是因为以前 上一段感情的原因 我不太懂得去包容 然后我后面慢慢地觉得 她在我这里受了太多委屈了 所以我觉得以后我遇到一个人 我肯定会更多地去包容她 并不是让她一味地来包容我 并不是说我是女孩子 我这那小脾气 你就要宠着我 我现在就没有这种心态 因为上一期女嘉宾反映我比较强势 沟通的话在带节奏 那么这一期的话 我选择做一个倾听者 更多的是听别人的表达 其实前两次女嘉宾都反映我 是一个比较强势人 包括我在表达语言 通过刚刚我们这个半个小时的接触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感受你的强势 但是至于上一次女嘉宾说你强势 她说的是哪方面的强势 我只是表达我个人的观点 表达你个人的观点 对 你当时表达的是什么观点 她然后觉得强势 因为目前来看 对 因为我表达我的观点 然后她在试图纠正我的观点 她在纠正我的观点 然后但是你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你的纠正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观点 对 她的观点 她说的纠正的你不正同 所以她又觉得你强势 对 我是想我这一期来的 我是继续做我自己 就是我做第一期第二期的自己 还是说 不要再那么锋芒毙论 做自己 做自己 对 你确定 但是上一期她给我的结论 完全不一样 上一期她告诉我 她说你如果再这样子下去 你找不到女朋友 对 她说你这辈子可能就单身 这辈子就单身 对 有点夸张了吧 有点夸张我觉得 这辈子单身有点夸张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也许她就喜欢那种 你能顺从她的 她说每个人都喜欢 能顺从自己的 但是 我说的是做自己 并不是说 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 好 比如说现在我们认识这个杯子 你觉得这个杯子是正方形的 然后我说它是三角形的 你不听 你说我不管 它就是正方形的 这个就比较强势 这个叫 我个人认为 这有点一根筋的感觉了 对吧 然后我希望你不用去 应和谁 复合谁 我希望你做自己 并不是说它就是三角形 不是 是去思考它到底是不是正方形 要不要听一下别人的意见 它是正方形的吗 我要不要思考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正方形 如果说我永远地认为 以自我为中心 我坚持自我 以自我为中心 那么这个人 我觉得应该不会进步 不会成长 对吧 我们怎么成长呢 就是我们的三观 不断地在刷新 才会成长 对吧 我感觉她 是一个比较直的女孩子 她能够很自在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有些时候 有点那种 比较喜欢辩论吧 就是可能不会把 包括以后相处的话 我感觉她会把一些事情 会一直辩论 这样纠结的 女嘉宾的表达方式 让男嘉宾有了一些顾虑 但另一边 亲友团的观点 却令人出乎意料 这女孩子 我觉得挺强势的 可能说比较符合她 至少气势上可以压倒她 可以帮她 那句话怎么说呢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必须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对啊 她有些事情 有些可能较低低的女孩子 她不是事业型的 她没办法去跟她出很多主意 如果像这样的女孩子 如果能和男嘉宾 那就是我兄弟 牵手成功 可能说很多在工作上 事业上 多多少少会给予她一些帮助 意思就是兄弟 其实还比较看好她 女人看女人也很准的吧 美女呢 你觉得呢 你刚刚 你怎么评价这个女的吧 总体来说 性格方面 我觉得比较喜欢她 但是 刚刚他们两个聊天认识了 但是那个女的一直说话 而且 跟我们两天认识 她同时喜欢反驳 我觉得有点点不尊重的 因为我觉得她想表达的 女的经常表达完了 但是她难以表达的 她并没有听到 我觉得女的 我们已经足够了解了 但是她 女的并没有了解她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懂女的意思 我觉得都是不太 这种相亲都是一方面的表达 一方面并没有表达出来 然后你 你自己的感觉呢 我不主动也不拒绝吧 不主动也不拒绝吧 再看看吧等一下 我感觉今天很谨慎 很谨慎 两位亲友团 对女嘉宾的印象并不相同 而男嘉宾的态度 也并不明确 那么女嘉宾 此时的想法又是如何的 那我刚刚把你 从里面叫出来 其实也就是想问一下 你对男嘉宾 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现在的感觉 就是包括从一开始见面 到她整个 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吃饭 她的安排 还有刚刚你们在那聊天的过程当中 讨论话题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我们刚刚见面 她带我们来到这个酒店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很大方 初次见面就挺 让她破费 对 挺不好意思让她破费 对 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安排得这么隆重 不知道她是平时就是这么出手大方的一个人 还是我也不知道她是有别的类型的想法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就说到男孩子大方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本身 这也是一个她的一个消费观 对 就消费观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成立了家庭之后 她能够把家里面过得很好 过得很好的情况下 出来外面这样很大方的大手的消费 我也是可以赞同的 但是如果家里面就搞得一塌糊涂 我们感觉好像自己过得很不如意 但是出来外面一定要有面 一定要就是有点装的感觉 我不太赞同 对 你自己个人的消费观是谁样的 我个人的消费观 我很节约 非常节约 肯定不会来这种地方消费 但是你也不会去干涉她的消费 对啊 我为什么去干涉她的消费 她有这个能力就是她自己去消费 这是她的本事 虽然女嘉宾可以接受 男嘉宾的约会安排和消费观 但接下来她却又说出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话 我觉得吧 这个男嘉宾就是从 刚刚一会儿的接触来看 她表面是一个比较乌尔亚的男孩子 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她是一个臣服比较深的男生 比如说我们发生了一些辩论的时候 她不会跟我过多的辩论 然后我会过多的辩论 但是她不会辩论 但她其实内心里面 说得比较少 听得比较多 对她内心其实有很多想法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 那你帮我猜测一下她为什么要这样来 可能是她为人的一种方式吧 有些人内心里面有情绪 她不会展现出来 但是有些人的情绪都会展现在脸上 那我就接着再问一下 你刚刚在里面的表现是真实的吗 还是说你也有一些 还有一些保留 或者是说你故意有一些什么试探 没有真实的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可是我觉得我的相关是非常正的 她认可就认可 她不认可就不认可 就平时你在和其他的异性接触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对也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现在慢慢就体会到你 刚刚一见面的时候跟我说的那个话 就是你说很多人就 可能要跟你做成兄弟和朋友 可能观点阐述观点上面 比较强势比较阐述我个人的观点 但是在男朋友面前的话 我会觉得他还是保护我的那个 不可能说他很怒怒 然后什么都听我大概不会 但是如果是以后 你在和男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 有时候你们观点不统一的时候 你会是像刚刚这样子的 我会跟他辩论 还是会 还是会辩论 因为发生了分歧 说明我没有说谁对谁错 只能说我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会在辩论 如果他把我说服了 那么我就觉得他说有道理 我已经应该听他的 明白 不难看出男女嘉宾之间 还是有一些矛盾和误会存在 但后来两人之间究竟又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态度转变呢 这是你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 不要太感谢我 其实一开始的话 我是内心里面有个防护罩的 我觉得这不是在我的舒适圈范围之内 我以为他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情吧 结果没想到他还是能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也是包容性比较大的吧 让我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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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阳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没有 没有 对 因为我平时比较 都起伤了几阳杯 我平时一般不太来城市玩 我喜欢去周边玩 所以说几阳杯不少 很少进城 对 很少进城 以后想去哪儿玩的时候 能直接从哪儿开车去 对 可以 他那轮子多 那边有亲友团给你建议 好吃街 8月号市街 没吃饱我说喊 才吃完怎么可能又吃 我就下去走一走吧 可以 逛一逛吧 逛一逛吧 消消神嘛 对 我也很少来 是吧 走一走消消神 可以 然后饿了以后 还可以再考虑又上来 对 现在天气也好 原以为只是简单的散散步 但女嘉宾此时 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提议 现在我们找个人 绝对人的地方跳舞 现在我们找个人 绝对人的地方跳舞 你要不要跳这一海 这是你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 不要太感谢我 其实一开始的话 我是内心里面 有个防护罩的 我觉得这不是在 我的舒适圈范围之内 我们来跳一个情侣三圈 看看我两个有没有默契 我给你看看了吗 我们先往前面走四步 慢 先走四步 你在我身后 我们往前面走四步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搭四 对了 你很聪明 我是往前面 我是往前面 你往后面 你人往后面 往后面倒 好 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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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一 二 三 搭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今天提出要教他跳舞 我以为他会拒绝的 我以为他应该 不会干这种事情吧 结果没想到 他还是能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也是包容心满 比较大的吧 会了吗 你就 可以了 很棒 给我一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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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学习几个动作之后 我感觉 这本来也是成长经历的一部分 每个人的话 都不要去自我设限 怎么样 你学的怎么样 挺好 这个好老师 你在 这些有没有在这种大庭广 之前跳过舞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 有点难 非常的情难以堪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的承受能力 是越来越强的 一个人的承受能力 是越来越强的 就是现在我可以在五个人面前跳 那么 嗯 再过一段时间 我可能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 在台下面 我都不会去 以前 以前敢不敢 以前不敢 以前我觉得 绝对不会进不去 我觉得是不可以暴露自己 缺点给别人 因为你就像 把你的短板给别人了 别人会抓住你这个短板 哦 现在觉得好像 也不是很尴尬 跳舞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两个人对彼此有所改观 但又是因为什么 让局面如此激烈呢 就是我又想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来看我 然而我做到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 已经不重要了 就这样 然而不会耍 星际人就不会又有恋爱吗 你平时打不着游戏 打游戏 王子不用打 打呀 什么东西 王子 星赛级肯定不是 星赛级肯定不是 最高荣耀王子 你每次输了之后 你有没有想那种 搬回来的那种冲动 就是我输了一局 因为你要打两局赢回来 胜负欲 有胜负欲 但是没有那么强的胜负欲 以前有 现在玩久了 就没有那么强的胜负欲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游戏 其实耽误了很长时间 你又胜负欲很强 对呀 我输了一局 我必须打两局赢回来 但是有可能我第二局又输了 那就因为我打四局打回来 而且提到这个游戏 我为什么打到 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 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 就是这样 成女王 有个女孩子 她喜欢打游戏 我说要不要一起打 当时我还不知道你的游戏 她一看我段位 她说你青铜我不跟你打 其实只是一个细节 但是我脑海里面都印象这个心态 我说等我一定要打他王子 我上来找你 结果 结果 结果本来就不是打游戏的事 就是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你对他做再多种 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因为游戏的问题 不是 我的方向努力错了 我努力的方向错了 我懂了 因为自己有一个有情商有智商 还有一个恋商 我的恋爱商太低了 这个事情发生几年之前 你自己觉得你生活里面乐趣多不多 你自己觉得自己严不严肃 还好就是刚刚你教我街舞那一段 我觉得好像有那么点感觉 什么感觉 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就像其实我上这个平台也是这样 我在走出舒适圈 其实五年前我都有机会上节目了 五年前当时别人要求 但是我当时得失心太重了 我希望每一个环节 都要别人找不出毛病 但是后来 因为我今年27岁 我发现不是这样 就是我要找通频道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谈过几段恋爱 两个 有点不像 有点不像 怎么说 然后两段恋爱都比你大也比你小 第一个比我大 后面这个比我小一岁 但是比我成熟太多了 比第一人还成熟 但是他们都是异地的 所以后面也 异地嘛 就分手了 然后想找一个重庆本地的 所以 你其实就是 说 大胆说 没关系 大胆说 不会因为你说了什么话 而不高兴 不会的 你说嘛 哎 听话了 我觉得你听话了 那你刚刚为什么怀疑 我不像谈了两段恋爱的人 就是你有一些话 感觉不像谈过恋爱的人讲的 我说了什么 你觉得不像谈过恋爱的人讲的 感觉你有时候有些话 就是 类似于天真无形那种 我真是比较直接 我不会演出这种情绪 我不会耍心机 但是不代表我 难道不会耍心机的人 就不会拥有恋爱吗 我感觉女嘉宾的表达是 跨于她老子的反应速度 有可能这个话说了之后 她的脑袋还没反映出这句话 所表达的真实含义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她呢 你是在试探她的 就是到底有几段感情吗 还是说你真的觉得 她就像没有谈过恋爱一样 有点像那种小女孩 其实你跟我上一期很像 就是 其实你就是另一个 我就上一期 我也是就是 因为一个问题 我反复跟她纠结 就像你刚刚一样 就是一个问题 你要反复追 为什么这样子 或者你今天晚上 我现在你睡觉之间 你会想 今天这个人为什么会说 我没谈过恋爱 你会找另外一个人说 我会纠结 我会 就是我会想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来看我 然后我做到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 已经不重要了 不重要 其实你已经回答我 就是别人怎么看别人 就是我认为你没谈过恋爱 那这是我的看法 我打断一下 就是我今天在 我不管是在旁边 听你们俩聊天 还是说我现在坐在旁边 坐在你们面前 听你们聊天 我就感觉你们今天 很像是在做一档节目 就是谈话的节目 或者说在探讨一个什么 朋友之间在探讨一个什么问题 对 这个增加问题 这个其实用一个词 这个叫信 但是就是不像是在相亲 虽然你们在聊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观点是有不同的 但是你们都很愿意去跟对方 聊这个问题 都用死人程度上 哪怕我跟对方去辩论这个问题的过程 我觉得也都还挺有意思的是吧 就是因为想听一下别人的道理 就是这样子 就分享一下不同的观点 分享一下不同的观点 分享一下不同的观点 我们并不是说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实际觉得你们今天的聊天 就是在 在一个朋友框架里面 对 在一个朋友的框架里面 就一些问题 在沟通一些观点 注意说是 这个少一点就叫信张力 因为本身一来一旅 本身 我觉得可能 一定要有种欲望冲动 对 完蛋了 又要走趁胳膊 那叫不这样吧 我们就这一轮的辩论到此 先结束中场休息十分钟 好 休息 好吧 休息一下 我也可以再单独的分别 问一下你们此刻的一些感受 好的游戏 我来等你 又聊了一次了 聊了两次了 那这两次中间 你个人对女嘉宾的感觉 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感觉跟她在一起 越来越像兄弟的 越来越像兄弟的 这也许是她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 是什么样的地方 让你会有这种感觉呢 整个跟我在一起感觉 就像 就像和一个男性朋友在一起 你是指的她 她很喜欢跟你来辩论 或者争辩一些 然后语气上面比较强势 会有让你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也不是吧 主要还是觉得就是 她可能是她柔美的气息 是来的 对 女人味少了一点是不是 目前为止这样 这种女人味少了一点 是更多的在外貌上 还是在性格上 没有 其实外貌还蛮不错 外貌真的她今天 包括今天打扮 她那个也还挺不错 就是性格上 对啊 性格上 那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她没有那么的 喜欢跟你来讨论 或者争辩一些事情 性格上再柔和一点 再温顺一点 那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她 女人味强一点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是这样 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你到底希望找一个 什么样子性格的女孩呢 因为首先我性格其实是比较强硬的 我希望一个女孩她能够以柔克刚 但是我们开始在上面吃饭的时候 你的兄弟曾经给了一个建议 你兄弟说 你就适合找一个这种女孩 能够把你管得住振得住 然后甚至是她很可能在事业上 对你还有所帮助 她建议其实表达这样就是 可能在外是一个状态 在家有此状态 她在外面可能会表现的比较的 就是强硬强势 可是她面对自己男朋友 或者老公的时候 她依然是个小女人 是吧 其实这就是女嘉宾最开始跟我说的 她理想的生活方式 她也是这样跟我讲的 她说你不要看我感觉是个搞笑的 然后是个爱说话的 性格上面大大咧咧的人 但是我以后面对我男朋友的时候 绝对不会这样子的 而且今天在上面吃饭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她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跟男嘉宾 去争论一些问题 她说如果以后我的男朋友 我肯定不会跟她 就是这样子来争论的 但是她想的不一定 就是她现在做得到的 对 有一个表达和理解 就是她传达的 和她心里面所设定的目标 还是有偏差的 矛盾依然是因为沟通产生的 另一边的女嘉宾 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让男嘉宾对自己产生了误会呢 刚刚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提到 我觉得整个今天你们一天的聊天 就是跟很多其他的男女之间的聊天 或者相亲的聊天 有区别的是 你们很多时候是对于一些话题的讨论 探讨 对 这种感觉你喜不喜欢 就是这是不是你觉得舒服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相亲跟一个人的接触 主要的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人的 平时的思维 而不是他的条件 他的外的条件什么的 还是肯定要去了解的 但是主要还是这个人的思维和他的思想观念 有道理 有道理 就这样子 所以跟他聊天 你说跟他我们俩像辩论赛一样 解说自己心里面的观点 其实也是在对这个人进行一种考察 就真的是硬件的条件 其实一两句话就问出来了 而聊天的过程 其实更多的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人很多的一些习惯 思维方式 这个人怎么样 对吧 那现在总体的 也就是他的印象 到现在为止 跟上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变化 可能是因为他还是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 没有太多的展露自己的别的方面 然后给我的印象只有那一面 所以我就觉得也跟之前是一样的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到底他是什么样子 你又多接触了几个小时了 应该会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了吗 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自我的 虽然我跟他想法不一样 但是我也认同他的想法 对 因为不是所有想法都是一样的 虽然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我也认同 但是如果这些观点里面 会涉及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 生活当中的态度 如果他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具体在以后生活的过程当中 那到底听谁的呢 那可能就会有矛盾呢 都会发生矛盾的情况下 应该去看谁的包容心更大 谁更理性 那你觉得你能包容他呢 还是他来包容你呢 你愿意去包容他吗 互相包容 不是 不管是他 还是不是 还是为了我的对象 我都会互相去包容 吕嘉宾确实是外表强势 内心柔软的女生 那么两个人今天的结局 又会如何呢 我觉得其实你们可能说初次见面 可能说有点紧张 很多更多的需要用时间去沉淀一下 相互彼此去了解一下 而不是主观意识上可能 武断的下去 对 吃一顿饭 第一天见面 这个好与不好 就一下就把结论解下来了 然后更多的尝试去交流一下 沟通一下 然后人与人之间都是感情嘛 都是相处才会产生的嘛 所以可以尝试一下吧 多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点精力嘛 亲友团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认为女嘉宾非常适合男嘉宾 那么男嘉宾最终又会如何选择呢 好 接下来我马上要做选择了 那现在女嘉宾没在身旁 是因为她想要跟今天跟你见面的时候 一样的出场方式 来到跟你做选择的这个环节 所以呢 现在女嘉宾还是在刚刚最开始 我们见面的这个玻璃房子里边 那这一次她出来 会和见面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 那这一次出来 她又想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吗 我们把她叫出来问一下好不好 好 来吧 小元 小心 小心 好 哎呦 很漂亮啊 这是一个白色的玻璃房子是吧 对 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今天见面的地方 一模一样的一个白色玻璃房子的模型 对 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的 准备这样的一个礼物有什么说法吗 有的 准备这样的一个礼物有什么说法吗 有的 就是希望以后她能够找到她心爱的小公主 住在这个玻璃 其实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 多了一个朋友 多了一个朋友嘛 对吧 生活当中多了一个朋友 多一条朋友 多一条路 对 而且缘分这个东西也很难说 兜兜转转 对吧 今天是兄弟 那谁知道以后呢 不好说 不好说 真不好说 再次感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金秋十月 你们都能够走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希望你们各自安好 希望你们早日找到幸福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电视前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我们节目报名 也想来相亲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电话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龙湖新银城二楼 反而游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直接报名 爱情靠争取 外部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